这是一部让人看完忍不住去搜索解析的悬疑电影 影片结尾的大反转 更是让人看得惊掉下巴 当年看名字一度以为是惊悚片 直到最后只能说编剧太牛板了 今天就带大家重温下影史上排名第78位的经典之作 故事发生在1954年米国波士顿港岛 一艘克伦从浩瀚的海雾中现身 男主泰迪因为孔水症呕吐不止 从腰间的配枪和警徽不难看出 他是一名联邦探员 亮枪地走到甲板上 这里还有一名叫查克的探员 他是上级派来协助泰迪的新搭档 正前方的禁闭岛是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里有一所戒备森严的特殊监狱 船长说小岛的后面是悬崖峭壁 如果想要离开 眼前的码头是唯一的方法 正在说话的功夫 克伦就抵达了目的地 跟随警卫指引刚刚踏上小岛 泰迪就察觉到一丝诡异气氛 首先是狱长的表情有些紧张 其次是警卫们也显得十分戒备 他们好像在害怕什么 眼神里似乎充斥着某种恐惧 泰迪要去的监狱也叫阿锡岛精神病院 里面关押的全是患有精神病的重度罪犯 传闻只要进来就再也不能出去 他由医护人员和狱警联合管理 可就在不久前 一个叫雷切尔的女犯人突然失踪 而泰迪这次的任务就是调查此事 车子载着众人摇摇晃晃颠簸前进 不久后高耸的医院建筑群进入视野 巴掌大的小岛找的地方自然不难 车子拐个弯就来到了阿锡岛精神病院 从两边围墙的电网 以及双重把守的大门判断 想要逃离此地应该是无比困难 医长站起身子批示开门 警卫这才敢放纵人进来 同时医院的全貌也映入大家眼眠 医长提出了这里的规矩 两个人必须交出配枪才能进入 可查克飞进脚械的样子让人疑惑 联邦探员何时变得如此别角 紧接着医长介绍了这里的情况 左边里动关押的是男性病人 右边B洞关押的是女性病人 而中间的C洞则关押着最危险的病人 如果想要访问C洞 必须有院长和医长的同意 随后 进到这里的泰迪发现了不对劲 病人们看起来非常友善 可脚下却被正亮的链条锁住 更有甚者还锁住了腰部和手臂 继续观察还有更多的不可思议 一个大漂亮镜朝着他做出虚声的动作 诡异的一幕不禁让人有些头皮发麻 在医长的带领下 泰迪和查克见到了院长 说话的同时 墙上的照片引起泰迪的好奇 院长说这些都是处理病人时的真实写照 所有来这里的犯人如果不听话 不仅会受到残忍的严刑拷打 还会被钻穿脑袋注入冰水 利用痛不欲生的身体折磨让他们屈服 不过随着观念的进步 以报之报的方式已经被废除 现在来这里的病人无论犯了什么罪 都会用很和谐的方法尽力去救治 泰迪听后表示不应该废除以报之报 因为穷凶极恶的犯人根本不值得同情 紧接着 院长讲述起院方委托警方要调查的案件 在前一天的晚上10点 有一个叫雷切尔的女人逃跑了 这个女人因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曾经将自己的三个孩子溺死在自家后院 之后她觉得孩子们一直还活着 所以警方将其荡成精神病送到了这里 看着雷切尔的照片 泰迪的脑袋突然有些抽筒 原来她有偏头痛的毛病 索性院长这里有类似的治疗药物 泰迪询问院方现在的搜查进度 院长说院长带人找遍了整个小岛 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 更诡异的是 女人的房间几乎是完全封闭 外面的门也是锁着的 可她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 完全消失在了众人视野 来到雷切尔居住的房间查看 正如院长描述的一样 窗户和房门没有撬动的痕迹 而水泥地板更是毫无可能 不可思议的是 女人没有穿走仅有的两双鞋子 这时细心的泰迪发现了重大线索 有一块裂缝的板砖藏着玄机 下面似乎压着一张小纸条 在众人好奇的瞩目下 泰迪打开了小纸条 上面写着四号法则和谁是第67号病人 院长一眼认出这就是女人的笔记 但他并不知道字条的含义 既然现场得不到有用线索 泰迪和查克来到狱长的搜寻队询问情况 这里的人表现得非常敷衍 慵懒的样子不像是在搜寻 倒像是来海边演戏一样 狱长说雷切尔可能已经坠海而亡 因为小岛上到处都是悬崖和带尖刺的独头 想要独立生存下来几率渺茫 况且女人出门时连双鞋子都没穿 这时泰迪注意到一个灯塔 看得出那里还有警卫把守 狱长说灯塔已经搜查过了 同样没有找到女人有关的线索 眼看着乌云密布暴雨将至 狱长下令结束今天的搜寻任务 当天晚上 泰迪让院长叫来了所有护工 然后进行了逐一盘查 可结果依旧没有理出头绪 谁也不知道雷切尔是如何逃走的 那天晚上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查克询问女人的主治医师在哪 院长说他刚当里岛回大陆休假了 可信息台却说因为暴风雨干扰信号 现在根本就无法联系 这一下让案件陷入僵局 突破的关键点到底在哪呢 走出医院的病房区域 院长邀请两人到他的住处去坐一坐 泰迪表示正想找他好好谈一谈 精致的装修和恰到好处的灯光 无不透露着奢靡的气息 查克吃惊的同时羡慕起了座医生 可这样的内饰对于泰迪来说 却是无比熟悉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声 院长解释说房子是二战留下的 这句话让泰迪定身站住 脑海里的往事忽然浮现眼前 原来他曾经参加过二战解放 并在这样类似的房子里杀掉了敌人首尾 回过神的泰迪不想多待 他要求院长提供主治医师的档案资料 可院长直接拒绝 表示什么忙都可以帮 唯独这个绝对不行 泰迪感觉职权受到了轻视 愤怒地说明天就和查克打报告走人 深夜 窗外的暴风雨肆虐着小岛 泰迪对查克说明天不会离开 刚才只是想吓唬对方 想到毫无征兆消失的雷切尔 以及小纸条和休假的主治医师 泰迪怎么想都觉得这是一场阴谋 猜测院长肯定在隐瞒着什么秘密 电闪雷鸣的夜晚 泰迪梦到妻子夏奈尔现身让自己戒酒 原来他在二战时杀了很多人 所以才拿酒每天来麻痹自己 你真实? 妻子不作答朝着窗户走去 而窗外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湖泊 泰迪诧异地同时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只见妻子的后背已经被燃烧殆尽 他不可思议地走向妻子 然后抱着他将其搂在怀中 此时屋内飘洒着大量灰烬 他们就像是没有火苗的火 正在一点点吞噬目击看到的一切 包括泰迪和他的妻子 泰迪恳求妻子不要离开 可任凭他怎么哀求 妻子最终化为灰烬消失的无影无踪 低头查看 手上竟然留下了一滩积水 刺激的画面让泰迪突然惊醒 发现手上的水是房顶的露鱼锁置 登岛第二天 泰迪找到院长说这样的天气没有克伦 所以他选择继续调查 院长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泰迪问起雷切尔最近在接受什么治疗 院长回答说现在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切除脑液忘掉所有 让他再也不会有暴力倾向 另一种是尊重人性 通过训化和药物让其慢慢恢复 泰迪问院长支持哪一种方案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 随后 泰迪想从雷切尔的病友入手 当他问一名女患者关于主治医师时 女人突然变得十分紧张 然后抬头向查克讨要一杯水喝 趁着查克起身去端水的功夫 女人突然抢过泰迪的笔记本 然后在本子的左侧写下了一句话 这个举动似乎是不想让查克知道 泰迪也赶紧时去地收了起来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人非常疑惑 女人喝水时没有杯子 可当她放下室杯子又出现了 这个细节是怎么回事 难道出现了幻觉吗 问话结束后查克提出了问题 为什么在盘问时 多次提到一个叫安德鲁的名字 泰迪也不隐瞒 直接讲出了实情 原来泰迪的妻子 在一场火灾中不幸遇难 而导致火灾的人 正是纵火犯安德鲁 听说他被送到了这座小岛 所以泰迪才主动接手雷切尔失踪案 可结果显示这里并没有这个名字 难道他已经死了吗 查克非常理解泰迪的感受 冒着大雨和他前往岛上的目的求证 两人一路上说了很多 泰迪说那个人又病脚有道伤疤 随便一眼就能认出来 随后不久 一个满是墓碑的荒芜之地出现眼前 泰迪和查克进行了逐一核实 可结果并没有安德鲁的名字 这时查克询问在他倒水时女病人说了什么 泰迪随即掏出了笔记本 本子的右侧写着一个单词快跑 看得出来 这里面肯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此时的暴风雨变得十分猛烈 两人慌乱中躲到了附近的一间房子里 在这里泰迪解释自己来小岛并非复仇 因为他再也不想染指鲜血 原来泰迪曾经是一名二战士兵 当时不仅杀害了很多无辜百姓 还夺去了无数战俘的生命 现在的他想救治身边无辜的人 借此寻求自我救赎 来小岛是怀疑这里在做大脑实验 之所以这样说是之前接触的一个犯人 一个叫乔治的大学生曾经被关在这里 痊愈后又被送回了大陆 可他再次犯案后向泰迪讲述事情 说是在小岛被做了大脑实验 才变得没有人形 泰迪想搜集证据核实情况 然后将这个罪恶实验公布于众 查课听后提出了疑问 蓝小岛后发生的这一切太过巧合 似乎是有人故意将他们引到这里 或许关于雷切尔失踪案根本就不存在 就当两人讨论激烈时 狱长开车找到了他们 当天晚上 因为没有多余的衣物更换 两人只好穿上了监狱的病号服 此时的医生们正在开展一项会议 内容是如何应对暴风与袭击 有医生提出先将离两栋的42个病人 转移到C栋 可院长却认为C栋的24个病人太过危险 这句话被赶来的泰迪听出了问题 院长起身询问情况 泰迪说三栋病房加起来是66个病人 而雷切尔提到的67号病人又是谁呢 院长说根本就不存在67号 然后说雷切尔已经被找到 你现在可以去病房里直接问他 随后 泰迪对着女人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没有穿鞋子 双脚却是干净的呢 泰迪询问他去了哪里 女人突然扑过来大喊丈夫 他刚觉得有心懵 下一秒女人又说他的丈夫已经死了 紧着这发疯一样的质问泰迪是谁 很显然 想要从这里问出有用信息已经不太可能 回去后的泰迪突然头痛欲裂 不出意外是偏头痛的毛病又犯了 在服了院长的止疼药后 泰迪陷入了昏迷 在梦里 杀死妻子的纵火犯安德鲁出现了 同时还有密死三个孩子的雷切尔 登到第三天 泰迪从梦中突然醒来 发现整个医院已经乱作一团 原来昨晚的暴风雨导致电力瘫痪 让大部分病员私自跑了出来 趁着大家忙于重建秩序的功夫 泰迪带着查克想溜进C洞调查 这里的环境阴暗潮湿 一股股阴森的气息扑灭而来 敞开的铁门引起两人注意 可他们刚想靠近时 有个光头突然跑出来挑衅泰迪 泰迪情急之下追了过去 不久后他迷失在错综复杂的牢笼之中 这里就像是个迷宫一样 根本搞不清楚出口到底在哪里 泰迪与查克失去了联系 独自一人走进一层牢房 两边关押的病人更像猛兽 圣人的一幕让他多一刻都不想再待 就在这时有人呼喊他的名字 仔细看竟然是大学生乔治 泰迪非常不解他为何被关在这里 满脸伤痕的乔治却说这一切都是游戏 还说泰迪正在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而且永远都不可能逃离这个小岛 正当泰迪百思不得其解释 他听到了查克的呼喊 原来搭档找到了出口 随后两人匆匆忙忙走出了C洞 然后来到了小岛的树林深处 泰迪询问他刚才去了哪里 查克表示自己找到了安德鲁的病例 此时的泰迪无心顾及这个事 因为他还在回想乔治刚才说的话 有一种直觉告诉他 监狱为了掩盖大脑实验 所以将乔治秘密抓了回来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泰迪打算去没有去过的灯塔一探究竟 可当两人爬到悬崖边发现 想要走到灯塔显然不太可能 泰迪想另寻路子重新尝试 只要能够下到悬崖就可以游过去 查克觉得他没必要继续搜寻 因为手里的病例足以证明医院在掩盖真相 而这也恰恰说明安德鲁就是第67号病人 泰迪像着了魔一样不顾劝阻 为了将坠崖风险降到最低 他让查克原地保持等待 然而当他绕了一圈后仔细勘察 依旧没有找到可以下去的路线 等到折返回来后 查克却不见了人影 悬崖边有一根还在燃着的烟头 顺着这个方向查看 泰迪看到了查克坠崖的尸体 此时的泰迪心急如焚 完全不顾峭壁的危险 徒手顺着悬崖爬了下去 可当他下来后仔细查看 却再也找不到查克的尸体 难道刚才的都是幻觉吗 正当泰迪疑惑不解释 刚才的峭壁上出现了一个有火光的山洞 怀着强烈的好奇 泰迪艰难地朝上爬去 山洞中住着一个惊慌的女人 经过交谈得知 她才是真正逃出来的雷切尔 并且她不是什么病人 而是这里的一名医生 泰迪问她为什么要逃出来 女人说自己发现了一种可怕的精神药物 只要吃了就会出现偏头痛和手抖症状 泰迪听后打了一个冷战 自己不正是吃了院长的药物才这样吗 女人继续说小岛还藏着一个秘密 因为自己想调查才被列为了精神病 所以她不得已才逃了出来 泰迪听后震惊得无话可说 登岛第四天 泰迪被女人叫醒 然后两人做了简单告别 为了确定查克是否坠牙身亡 泰迪悄悄回到了医院 刚刚进入病房区域 迎恋就走来了院长 一切似乎都没有变 可一切似乎又产生了变化 院长说雷切尔已经找到 你可以回到联邦局交差了 泰迪询问是否看到了搭档查克 然而院长却说你是一个人来的 根本不存在什么搭档之说 随后 泰迪觉得查克应该是被院长拉去做了实验 因为只有把他抹除消失 才会让其合理地成为最佳人选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泰迪决定前往最有可能的灯塔查看 首先要引开众人的视线 然后才可以闭人耳目 这时他发现了院长的小兵力 立刻想到了绝妙的方法 利用自己的领带将邮箱点燃 借此引爆车子扰乱警卫的注意 可当他回头查看时 妻子和一个小女孩竟然出现誓言 顾不上莫名其妙的幻觉 泰迪趁乱跑向了坍塌的院墙 依据他在高处的判断 从这里去灯塔再也合适不过 匆匆忙忙来到悬崖下方 望了一眼近在咫尺的灯塔 泰迪毫不犹豫跳了下去 不久后他游到了灯塔附近 并轻松打晕了看守的警卫 端着枪闯入灯塔内 然后通过楼梯不断向上攀爬 不多时就抵达了灯塔的最顶层 一脚踹开房门冲进来 院长竟端坐在桌前等候多时 泰迪四处检查后 没有发现所谓的实验设备 这时院长说步枪里没有子弹 同时将他的配枪放在了桌子上 泰迪质问关于逃走的雷切尔医生 院长回答说那只是幻觉 根本不存在什么女医生 泰迪听后双手有些颤抖 怒斥这个症状肯定跟院长 给他吃的药有关 院长说之所以出现这个反应 不是因为吃了药 相反是因为昨天停了药 才导致如此 为了让泰迪搞清楚状况 院长说他不是什么联邦探员 而是医院里的病人 并且已经被关在这里服刑了两年 随后他递上一份病例报告 上面写着泰迪为二战退役士兵 后来任职于联邦成了探员 两年前因为暴力 被当成精神病送到了这里 听到这里的院长决定放出大招 说话的同时掀开了一块提示板 他告诉泰迪 这就是所谓的四号法则 上面的四个名字分别是安德鲁和泰迪 夏奈尔和雷切尔 仔细看安德鲁和夏奈尔的名字 只是打乱了排序 然后就形成了泰迪和雷切尔的名字 也就是说 泰迪将妻子夏奈尔幻想成了雷切尔 把自己的本名安德鲁幻想成了泰迪 而他苦苦追寻的67号病人不是别人 正是安德鲁他自己 如此来看 泰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妄想症患者 在他的幻想世界里 泰迪是一个英雄 是为了自我救赎才来的岛上 而事实上 泰迪是这个医院最危险的病人 因为他伤害过这里的所有警卫和病人 就在不久前 泰迪袭击了他的病友乔治 然后将其幻想成了被迫害的大学生 因为泰迪的极度危险性 上级决定对他进行脑液切除术 然而善良的院长决定给泰迪一个机会 为了让其能够唤醒记忆认识自己 不惜联动所有人配合他演了这场戏 泰迪听后觉得不可思议 他还想坚持这一切都是假的 直到他的搭档查克的出现 查克开门见山讲出实情 这一刻真相充满了讽刺和残酷 泰迪被现实打击的体无完肤 趁着说话的空荡 他抢走了桌上的配枪 朝着院长就是蓬蓬两枪 可转眼再看院长却是毫发无伤 原来这把配枪也只是玩具而已 查克步步紧逼说出了更可怕的事实 原来泰迪因为二战时留下的创伤 经常通过酗酒麻痹自己 这也导致他的妻子严重抑郁烧掉了整个公寓 之后泰迪带着妻子搬到了湖边小屋 可这并没有改变什么 直到有一天 妻子将三个孩子溺死在了湖里 悲痛的泰迪杀掉妻子为他选择了解脱 然后自己也从此变成了一个疯子 当他被送到这座禁闭岛之后 泰迪仍旧无法相信发生的事实 为了逃避折磨人的痛苦记忆 他捏造了子虚无有的雷切尔和泰迪 然后勾画了一个庞大的世界观和故事线 真相水落石出的同时 也让醒悟过来的泰迪难以承受 然后整个人轰然倒塌不省人事 当泰迪醒来的时候 假扮雷切尔的护士正在帮忙 除此以外房间里还有院长和主治医师查课 从泰迪清晰的口述可以得出结论 院长的这场戏导演的很成功 总算是帮助泰迪恢复了正常意识 泰迪言语中感谢院长没有放弃自己 并亲口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安德鲁雷迪 登岛第五天 已经痊愈的泰迪在室外透气 这时查课坐过来并递上了一根香烟 紧接着泰迪突然说他们要赶紧回到大陆 这句话让查课意识到情况不妙 然后向远处的院长摇了摇头 院长瞬间明白治疗已经失败 当即决定执行上级的脑液切除手术 在他的受益下 有人带着设备走了过来 听到这句话的查课浑身一震 很显然 泰迪其实是清醒的 泰迪从容地走向手术人员 在院长无可奈何的目光中 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决定 或许脑液切除术是泰迪最好的选择 至少他再也不会想起犯下的罪恶 而痛失家人的回忆也将不复存在 至此本片结束 有人说该片还有一种结局 那就是院长他们的确是在搞实验 而实验对象正是泰迪 但这个说法让很多人并不赞同 其实从头至尾的剧情显而易见 院长最后的解释也非常合理 泰迪的确是一个危险病人 从登岛师警卫的神情就能看出端倪 查克的别角也说明他是假扮的探员 之后女病人的杯子表明泰迪开始出现幻觉 试图通过这样来修补编造的剧情漏洞 第三天停药后 泰迪的幻觉变得越发厉害 查克坠崖后的尸体 山洞里叫雷切尔的女人 以及炸毁汽车时看到的妻子和女儿等等 整部片有很多细思极恐的小细节 如果你不假思索的观看会很难理解 可当你发现这些细节后 影片真正的宏伟世界才正式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 阵阶 转发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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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